在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后 于北京时间的12月20日下午2点 阿根廷国家队携着大力神杯 回到了布伊诺斯艾利斯 梅西率先走出机舱 并且手中还拿着大力神杯 时隔36年 阿根廷人们再度等到了这一刻 此时阿根廷球迷们 也将游行大八围的水泄不通 20多岸的球迷 都在为他们的英雄 以及大力神杯的到来进行庆祝 德保罗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游行时壮观的景象 关注我 每天为您带来最新的足球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